一年了他们还来吗 不是就因为你不来了吗 有一天我朋友说来大连找我玩 都是以前打球的队友 来叙叙旧吃个饭什么的 他这倒好 菜刚上来挤到 我和我朋友 就手都伸出来 筷子都举起来了 他说 哎别动别动 我拍两张照片 拍两张照片 那其实这个话应该你说 那我跟你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总拍照吗 你一点都不跟你朋友解释 我低头批照片了 我一抬头 那筷子都举起来了 我都招不了了呀 那我肯定得喊停啊 你跟我站一块行 毕竟我朋友来 你怎么也带给我点面子啊 我不总直播吗 你应该跟大家讲呀 说哎我女朋友总直播啊 你们别介意什么 你什么也不说 人家肯定觉得 我这人怎么有问题啊 你手机就放在杯子上面 就开始跟人处着直播 全场就跟人自言自语 这样说话 你搭理过我们吗 那后来不也给你们拍照片 你不挺开心还毕业呢 他们还能哭着着啊 那后来走的时候 我还说下次来玩吗 来哪去了 一年了他们还来吗 不就因为你不来了吗 对他真是够了就 我就希望他 就是能改到这些毛病 别就是这么玩手机 什么毛病 每天捧着手机玩 我感觉他为了关注度啊 还有为了点赞 真的比我重要 每天出来约会的时候 我感觉我就是他 直接拍视频呢 拍照片直播的这一个工具而已 明白了 我没觉得他们比你重要 行你还玩不玩吧 我得玩 你是要他还是 但是 要那个去 他也要 但我 人家现在就是说 你要要那个就别要我 要一个吧 那肯定是要你 但是 你不能阻止我 真的是吧 你孤独吗 不 孤独吧 孤独寂寞和无聊是不一样的 寂寞是没有人陪伴 孤独是有人陪伴 却依然寂寞 你是无聊 无聊就是内心空虚 所以 对于生活没有真正的向往 有恋人在身边 要忙着去拍照 有美食当前不享受 也要去拍照 只为了引人注目 有人在电影院里 等着你看电影 你要在那 跟几个粉丝 聊得火热 你无聊而已 那样的生活 除了热闹之后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惜啊 一个男生长得高大帅气 一个女生也算长得漂亮 成天干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而生活当中的本来 没有一点点去珍惜 所以你们不过是在 凑热闹吧 行了 热闹完了 该散场了 就对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我们的彼此 我们一起相依 我们一起看电影 我们一起看电影